新华社消息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竖决亭3号宣布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1月5号出席 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即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及相关活动 并发表主旨演讲 另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号介绍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等外国领导人 将出席本届博览会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号宣布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 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古巴总理马雷罗 哈萨克斯坦总理斯麦洛夫 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等外国领导人 将出席进博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 汪文斌介绍说 自2018年首届进博会举办至今 进博会的朋友圈持续扩大 新老朋友共赴中国之约 习近平主席在前五届进博会 开幕式上宣布的多项重大开放举措 有力推动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充分彰显中国致力于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信心和决心 本届进博会预计将迎来 154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来宾 吸引超过3400家参展商和近41万名专业观众注册报名 我们欢迎所有感兴趣的各方参与进博会 共享中国开放发展的红利 汪文斌最后表示 相通则共进 进博会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缩影 发出了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强音 我们愿同各方携手努力 共同打造一届高标准 高质量 高水平的全球经贸盛会 为各方提供更多市场机遇 投资机遇 增长机遇 凝聚合力 共促发展 另据了解 美国农业部证实 将率领17家参展商参加进博会 这将是美国联邦机构首次参加进博会 此前的进博会 大多由美国个别企业 贸易组织和地方官员出席 今年的国家展 这个有7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国家展 那么企业展 今年也是规模空前 达到了36万7千平方米 有全球3400多家的企业参展 高科技的和消费品 这个各方面的都有它的首发首展 进博会的各方面的筹备工作 已经完成 就是准备大幕徐徐拉开 我们继续请教滕建群先生 与往界相比 今年的进博会有哪些特殊之处 进博会的朋友圈是越来越大了 您又是如何观察 进博会巨大的溢出效应 那么确实5号到10号 在上海举行的进口博览会 在很多方面 如果说跟之前做对比来说的话 有其特点 第一个就是它越来越多的国家 参与了其中 从规模上来看的话 跟以往比的话 有一个空前的扩大 第二方面我觉得它已经超越了博览会本身 它在很多方面包括人们交流 包括外交政治层面的互动 也更加的向前迈进了一步 比方说之前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知道是进口博览会的主要参展商参展国家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包括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等国也纷纷的加入其中 而且向澳大利亚总理也亲自到场 所以从发达国家来看的话 也积极参加上海的进口博览会 所以说它的范围应该说 远远超出了博览会的一个展览本身 它更多的是强调在外交的政治层面的互动与合作 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还是它的广泛性 因为我们都知道进口博览会 它不光是出售或者是商品交换的问题 还有人文的交流 还有更多的面对面的一些交流 所以从整个一个博览会的安排来说的话 其实在今年以来 那么主办方已经派出代表团在各国家进行推荐 包括加拿大在意大利等国进行推荐 同样也在发展的国家进行推荐 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文交流的重要活动 所以今年的上海进口博览会看点多多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它参加的国家越来越多 而且设立的科目越来越多 那么它设计不仅仅是国际商品的采购问题 更多的还是人文交流 还有政治层面的互动 在一些国家推行贸易限制 地缘冲突加剧 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之下 举办进博会 对于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 助力破局所谓去风险 具有着怎样的意义 我们还注意到 今年美方预计派出 有史以来最强大代表团参会 尽管美国企业也曾参加过进博会 但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的首次参与 又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的话 正是由于美国带领下的话 西方的部分国家 加入了对中国的脱钩锻炼 现在又成为趋风险 所以在经贸合作方面 那么美国设置了层层障碍 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 这种障碍并没有阻挡 中国跟国际社会的交流 并没有阻挡中国的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 所以美国现在掉过头来 他其实也是意识到 如果说一味脱钩锻炼去风险 一方面他很难达成自己的目标 另外一方面他自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我们看到在2017年 美国发起所谓的贸易战之后 其实美国有原来的 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现在已经降为第三大贸易伙伴 那么被东盟和欧盟超越 这一点来看的话是一个不正的事实 所以美国现在不得也为之 回过头来 我觉得有历史的必然 那么从中国方面来说的话 加强跟美国跟澳大利亚 跟英国跟欧盟这种合作 也是利好于我们自身的发展 毕竟在经历了三年的疫情冲击之后 我们的出口贸易同样也面临着 很大的下行的压力 所以要恢复我们的经济生产 恢复我们的贸易往来 我觉得上海进口博览会 发挥的重要的引领作用 或者平台作用 在背景下的话 中国愿意加强 跟包括美国在内一些国家 进行方方面的合作 不光是在商品上进行一系列的采购 那么同时我们也希望 美国能够进一步回信转移 认识到它所谓的脱钩锻链 这种去风险 应该是对自己是非常不利的一种选择 而且也难以阻止中国的进步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的话 中美两国加强合作 不仅利好于两个国家 同样对于世界经济的复苏 对于地区的贸易合作 都会带来利好 遏制打压 阻挡不了中国发展的步伐 破坏正常国际经贸合作 只会加剧美国自身的问题 和世界面临的挑战 毕竟合作才能发展 共赢才是王道 好的 谢谢腾建群先生